娱乐中心,综合报道大年初一恭喜发财,除了财运之外 新的一年感情运势如何也是不少人关心重点,二大命理师 以生肖来分析诸年感情运最佳的前四名,其中又已属龙和 属狗的人最强运,不止财运好到挡不住,就连桃花也是躲 躲开,甚至还有找到真命天子天女的可能,据三例新闻 报道,知名命理师谭秀珠解密珠年桃花运前四名,第四 您是属虎的人,但男女有别,女生人远好又有好桃花,嗨 会有贵人帮忙,但反观男生就比较吃亏,遇到的可能都是 烂桃花,而同样位居第四的还有属马,也有可能会遇上桃 花结,必须靠紫水精来挡灾,第三名则是属狗的人,除了 人缘好,遇事能逢凶化即外,朱年也有很大可能找到对的 另一半,第二名则是属鼠的,会遇到桃花贵人,且不论是 单身或已婚,桃花都不会只开一朵,冠军则是属龙的人 不分男女都有可能会走入礼堂,但也有发生抢婚的可能 至于已婚者则要小心有第三者的介入,命理大师谢远锦 图,记者周玲玲社托迪也采访到命 李大师谢远锦,桃花最旺的第三名是1994年属狗,见 一掌握机会多参加一些交友活动,或是透过朋友介绍,很 适合在今年结婚,第二名是1990年属马,不管是男生,还女生的表现都很不错 如果已经结婚了,要多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财运助力 但如果是单身,更要好好把握机会,因为今年会是桃花运最旺的年份 冠军则是1984年属鼠,且桃花运还跟贵人运相辅相成 假如已经结婚了,不妨把桃花运视为事业上的助力 但属鼠的女生这个年份可能会有爱慕者出现,要小心烂 桃花,谢远锦提醒,只要掌握好自己的基本原则,让人计 关系能够维持良好的互动,呱呱乐,胡,记者李玉康 这对比财运最佳的生肖,知名民俗专家杨灯古老师指出 最有偏财运的生肖则是属龙和属狗,建议不妨去试一下 手气,而综合财运和爱情运势来看,容灯双料王的就是属 龙和属狗的人,可说是双管齐下,事业爱情两得意,属这 两个生肖的朋友不要放弃猪年这个大好机会哦